作词 李宗盛 在功劳文明之中醒来 永恒提望这片云海 命一开 心澎湃 眼中的无上血脉 冲刷痴美的回败 生死外 我主宰 放任雪翻几万端的誓言 先当心 先睡愿 到过早点 先指下 燃烧的火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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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在听吗 我在听 我刚刚专心开车呢 你接着说 明天一大早呢 我就去取我订好的大闸蟹 然后去超市陪我妈买菜 下午啊 再去医院给我舅舅领药 这是我明天的计划 你呢 明天的计划就是 经这个 把你油腻腻的脸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 用我给你写好的购物清单 去准备礼物 我告诉你 那个都是我妈最喜欢的 下午呢 你就去我跟你预约好的理发店 剪剪头发 我妈就喜欢那种 精神利索的小伙子 你知道吧 你在想什么呢你 这实验室都被关了 林燕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现在头真的是疼炸了 最让我头疼的是那个欧林 翻来比翻书还快 之前还死心塌地地对林燕呢 忽然就叛变了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人哪 就是不能只看表面 内心 你干什么 马龙手你别闹了行不行 我怎么就胡闹了 明明就是你护士我不在乎我 这怎么还成我屋里取闹了 对不起 我 我说错话了 我 对不起 我爸没得早 从小到大 我就只有我妈妈跟舅舅两个亲人 舅舅刚从医院出来 身体还没有恢复好 我妈妈说去看望舅舅 去舅舅家里吃饭 实际上还不是 为了看看你这个准女婿 我这么心事动众的 早就退了所有的通告 一个礼拜之前就开始做准备 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其实 还不是想让你在我妈妈舅舅面前 留个好印象啊 我做我的错 我错了 你以前在实验室忙的时候 就不停地工作 根本就不管我 可是实验室现在终于关门大吉 你现在还成天续道着林烨 林烨这么好 你跟他那么合适 那你跟林烨过去 对不起 去去去去 亲爱的 你怎么这么暴躁 云章 我下车 干吗 亲爱的你听我说 我下车 你犯不着因为林烨生气 你犯得着吗 你看 放开我 这么多年过去了是不是 林烨的性格我们都清楚 她确实比较自我比较冷淡 但是 你舅舅都说了 这火不是林烨放的 你为什么还要揪着她不放呢 对不对 说话 咱们就要有根据 你不要老是说一些有子没的 你不要老是说一些有子没的 等等 去哪儿啊你 啊 干什么去啊 那边啊 那边朝去了啊 你根本就没有 为我们的未来考虑过 见家长这么大的事情 我满腔热情 准备了这么久 你呢 天天跟没事人一样 你别以为舅舅说她是清白的 她就真的清白了 林烨如果真的是清白的 那她为什么不见了呀 连你实验室关闭了她也不管 像她这么不负责任的人 值得你这么细细念念地挂念她 为她说话吗 亲爱的 不是这样的 我 我们去 那是你男朋友吗 对啊 是不是 你先别着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让一让 小雨 小雨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你都要离开这儿了 我这个专车司机 也坐不了多久了 所以 今天就特地来见你下班啊 瞧你这话说的 即便是我走了 我还会来看你的 我可不会让你下岗太久 那是最好了 走的日子定了吗 嗯 定好了 三天以后 哦 对了小雨 绝温师兄他 行了 我都懂 他的心里面只有你 我再怎么追 也追不上 不过你这一次 可别再弄丢了 要是再弄丢的话 我可就要上手抢了 你知道的 我跟绝纹 绝纹 绝纹 他是个好男人 你该忘掉这里的一切 重新开始 你就又是一条好汉了 可是这一次 我不想再做什么好汉了 我更想做一个自私自利的小女子 那就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吧 嗯 好了 回家吧 走 走 林依 再见了 无论你是谁 来自哪里 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 来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解散了火王研究室的主要研究人员 真相呢 你别忘了 我想要的除了火王 还有绿创天眼系统的密钥 密钥一直由林叶自己保管 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拿到 想要林叶一直留在你身边 想要林叶一直留在你身边 就想办法去拿到密钥 妈妈最近在跳广场舞了 呀 永倩啊 你这幅照片怎么半张脸啊 永倩啊 这个半张脸照相不吉利的呀 哎呀永倩啊 你看看你啊 你把你的左眼睛给遮住了 把你的右眼睛给露出来了 妈 这张照片 是现在最著名的摄影师 成坏给我照的 我有好多照片都上杂志了呢 品位好吗 妈 品位 好吗 品位也要尊重现实的嘛 倩倩 你从小就是大小眼你知道了 你的右眼睛是开了双眼皮才大的 你看你现在啊 偏偏把你的漂亮的左眼睛挡住了 把你的右眼睛给露出来了 你傻呀 行了行了行了 妈 妈 你今天真的是 倩倩啊 起来起来起来 妈妈跟你说啊 你这身衣服啊 也穿的不对 你呢 是腰细 屁股大对不对 你现在是腰细了 可屁股没了 你要穿那种紧身的 腰紧身 屁股紧身 这样才能显示出你的线条知道吗 会穿衣服的人呢 都是要把优点暴露出去 缺点藏起来 是我的亲妈妈 这么坑我啊 哎哟 笑没良心的 妈妈坑你 你怎么说话的 我不是你的亲妈 我怎么会处处为你着想啊 原来啊 你就是不听妈妈的话 妈妈让你出国 到国外去进修一下 做一个实习生 再回国呢 就是出口转内销了呀 那就是国际位了呀 你看看 人家天朝四子那样 再看看你现在 妈 我现在怎么了 我现在也不差呀 我求求您了 您就饶过您亲女儿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很精致的 您不知道啊 最近真的 这个产品特别火 洗脸卸妆都好用 你看我的皮肤 哎呀真是好啊 给妈妈也来一套吧 好啊好啊 这就给你买 饺子好喽 舅舅 哎呀 哎呀 饺子熟了 今儿这个饺子可不一样啊 好好吃啊 来来来尝尝啊 好香啊 你姐姐做的饺子 这一说好菜 就该配点酒 姐姐 你也多吃点啊 好好好 永谦啊 你这母后大人哪 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别说我这哥哥管不住 就是你外公外婆在啊 也管不住 就数他这张嘴厉害 永谦啊 妈妈听说你谈了一个 搞学问的男朋友 这个搞学问的 能挣什么钱呢 他能够养得起我的宝贝女儿吗 这样的 女婿我可不见啊 可不要耽误我的宝贝女儿 妈 你都还没见过人家呢 你就开始陷入为主了 你不知道 我们家雷浩呀 长得呢 是一表人才 而且他呀 还是上市公司科研组 项目负责人 总工程师啊 前途 那是不可限量 一片光明 好好好 忽悠我是吧 这个绿创集团啊 已经出事了 谁不知道啊 网上到处都是 我的手机每天的新闻推送啊 都是在说这件事情啊 你说他一个 科研式的小负责人 现在饭碗都弄丢了 他拿什么要活我的宝贝女儿啊 妈妈这次来啊 两箭头等大事 一箭呢 就是来看望你的舅舅 不过你的舅舅 现在能做这么可口的饭菜了 说明他已经完全康复了 还有就是你 这次妈妈呀 要为你狠抓你的爱情 牢牢的替你把关 给你找一个最好的归宿 我说妹子 你这说话打击面太大了 你说就说吧 怎么老说我们搞科研的 我们搞科研的怎么了 你这一辈子 一头栽进那个科研室 都没有时间照顾家里人 要不是咱爸妈开明 尊重你的意愿 早就把你从实验室里啊 挖出来了 你再说说现在的房子车子 这些娶媳妇的条件 你什么都没有啊哥 大妹子 来来来先吃个饺子啊 你说这好酒好菜 都堵不上你的嘴 妈妈吃个饺子啊 乖 来来来来来来 是这样啊妹子 你看 为了我们一家三口 能和和气气的 为了咱们永倩呢 能找上个如意郎君 咱们呀一定要干一杯 怎么样 来 妈 干杯 拿张餐衣纸快 妈 听你妈说的 一切都听你妈说的 好 你明天就要走了 怎么行李还没收好 嗯 就那一个箱子 都在这儿了 不会吧 你在这儿都住了半年了 所有的行李 就这一个行李箱啊 我之前准备了很多空纸箱 想把所有东西都带走 可实在太多了 拿起来一件 就要放弃另外一件 挣扎了一晚上 最后决定 索性都留下来 聊无牵挂地走 东西留在这里 没有关系 只要别把你那颗心 落在这儿就行了 好 收好了 以后还得用呢 之前我心里很含糊 不知道林烨在我心里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觉得只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才会接近她 可是她失踪以后 我好着急 也睡不着觉 我现在可以确定 我是爱上她 通风 是的 我爱上林烨了 现在我每天都不知道 自己该做些什么 以前我做记者的执着 对工作的热情 现在通通都没有了 每天只是很茫然的 就想见到她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要答应觉文 跟她一起出国呢 这也是我想跟你说清楚的 我这次答应跟师兄回去 是有君子协议的 一如从前 并非男女朋友关系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觉文 你就大胆地去追 不要顾虑我 好了 我知道了 不过 感情这个东西 是最勉强不得的 虽然 我很喜欢觉文 但是 她的心不在我这里 而且你今天已经 把话都说清楚了 我也明白了 你的态度 一切就随缘吧 你说呢 你要做一个自私自利的小女子 但其实你只不过要做一只鸵鸟罢了 难道你认为 你这样躲到国外去 就能停止对她的想念了吗 我也不知道 她失踪的这段时间 我想知道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可是 我又很害怕 会听到关于她不好的事情 我把该找的地方都找了个遍 但一点音讯都没有 也许 她是故意躲着我吧 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问了我做金融的朋友 他们说就连绿创的人 都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何况是你呢 她可能 有事情 离开了吧 也许吧 什么声音啊 凌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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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了 你有没有想我呀 说嘛 我知道你想我 你不说 凌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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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长时间没见到 童风了 他忙什么呢 一直也没来看我 在您 醒来之前 童风倒是有段日子 跟林烨走得很近 可是自从您清醒之后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烨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童风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人呀 也消瘦了不少 是这样啊 舅舅 您对林烨和童风的事情 早有耳闻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怎么知道 对了 舅舅 您能不能仔细回想一下 之前林烨 为什么会突然到学校去找您啊 还有那个大火 到底是不是他放的 现在外面 是众说纷纭 永浅 我说过 这一切都跟林烨无关 你就不要再问了 外边的那些猜测 随他去吧 好啦 舅舅 你要是不想我问 那我以后就不问了 你一直都这么懂事啊 倩倩 对啊 其实 童风是个好姑娘 你说因为这件事 弄得他都不敢跟我们来往 你有机会去转告他 你告诉他 哪怕他现在选择跟林烨在一起 我也会忠心祝福他们 舅舅 好 您真好 您真好 童风 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毛病 我看也不像是发烧 要不咱们赶紧送他去医院吧 别是什么H7n9之类的病毒吧 不行不行 在弄清楚他所有的真实状况之前 不可以送他去医院 那你看他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先给他物理降温 看看情况再说 林烨 我告诉你 你要是以后敢辜负童风 第一个不放过你 你小点声 让他好休息 童风 你可别忘了 你是一个即将要出国的人 我知道了 赶紧 奥 井娥 助理 妈 妈 前辈 是你吗 我不是前辈 难道你已经忘了我了吗 你不是前辈 也不是同风 你舅舅是什么人 答案都在这里 忘了我 千万别再回来 回来 你回来 你究竟是谁 灵验 童风 灵验 你终于醒了 你刚才回身发烫就跟着火一样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敢送你去医院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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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了多喝点粥吧 嗯 你这准备去哪儿啊 总部已经通知我回去了 马上就要走了 本来以为见不上了 没想到还能见上最后一面 也算是有缘 对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家啊 你最近去哪儿了 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 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着急的 对了 魏教授醒了 他都跟我说了 他说那件事情跟你无关 你完全不用躲起来 你还是老样子 十万个为什么 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你别笑 我是认真的 我心里真的有很多疑问 童风 我想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是否都愿意想起我 我只愿意相信真相 我从来都不觉得你是个坏人 所以无论你有任何苦衷 我都愿意听 跟我去一个地方 我有话跟你说 我们来这儿做什么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你的访问 我一定会知无不言 但你是否想要继续 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 这是什么 这是一切事情的起源 这是博物馆里成立的千年谷奉赞 资料说 奉赞主人无始料记载 身份不详 不 他这儿属于谦媚的 你 千妹到底是谁啊 你在昏迷的时候念叨了不止一次这个名字 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跟我长得很像的女孩对吗 所以你一开始 就把我当成她看 你看 我明白了 原来我不过只是个替代品 你一直试图躲着我 就是怕分不清我和她 是吗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至少你没有骗我 不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 我不是地球人 我来自外星 一个被你们称作为 卖这轮幸云的地方 我们那里的人 把她叫做神域 那里是我的家乡 而千妹 是我最爱的人 我真的不想要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认识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想要 你带我 我已经感应到封印的松动了 那结界只能压制一族十万年 如今十万年之期将至 天衡对神域的总功 应该就在近日 如今既台已成 我们要把原本属于我们的家园 躲回来 脑鸣当如何应对 等待封之神的价世 破阵 封之神出现了 先去杀了封神 这结界你便困不住我一族了 这份就是 众天 你知不知道 我们等风神等了多久 仲天也并非故意为之 前辈 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灵力 会在那个时候失控啊 尚轩和帝云 已经用灵力护住了风神的性命 只可惜她的眼睛 恐怕这一生 也无法失误了 众天 仲天 不可胡来 天行窜逃 下落不明 你若是再出事 天行若来袭 谁来抵挡 我仲天在此立誓 生生世世 保护风神 当她的眼睛 直到我生命枯竭的那一刻 你当真想好了 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以心注尽 护她成长 倘若你这么做了 那我过她所承受的伤 你要跟她一起承受 也许 你们会纠缠生生世世 千睸 见过诸神 千睸 从今日起 你便正式入主神域 成为神域的风神 结界的封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越来越弱了 我需要休眠一段时间 去感悟虚无的力量 再来日出关 我就能悟出 永久封印结界的办法 只有这样 才能让神域 免于战争 永保和平 神域的结界 愈加不完 我研究许久 才发现 你可以用你的风神之力 加固封印 是吗 我真的可以做到吗 前辈 你要相信你自己 大胆释放出你的力量吧 用你的风神之力 拯救这个神域 你不是仲天哥哥 你是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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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所离职的一切 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 化成 浩云 游河 地狱 周天格格 原来我才是毁灭神医的罪人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敢来到这个世上 错不在你 错不在你 对不起 我几乎毁灭了一切 千睸 你听我说 如今神域为难 我必须要回去保护神域 都是我 都是我把你的眼睛撞伤 这么多年 我一直不敢跟你说这个 因为我害怕 我害怕你会怨我 恨我 忠天格格 你欠我的 其实早就还清了 神域是我们的使命 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我可以拯救神域 我愿意把自己化作微风 来抚平这里的每一道伤痕 忠天格格 今日能够知晓你的心意 千伯 死而无憾 忠天格格 我没什么可以回报你的话 唯一能够助你一臂之力的 恐怕只有我这残存的神力 忠天格格 你一定要保重 你一定要好好地 千伯走 我 千伯 你一定要处于那一刹 可你在心上 忠天格格 能死在你的怀中 我愿意 一切只为你一生 你身旁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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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了 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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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沒有你的時間 你讓我為何而戰 整個神域的能量因為戰亂 也已消耗殆盡 生機已斷 神域 濺臨毀滅 在遙遠的太陽系 有一顆藍色的星球 與神域的結構十分相似 我要你擔負起拯救神域的希望 去那兒尋找新的能量 拯救神域 我要留在這裡 我哪兒不去 為了保護神域 我們的同伴 已化成碎片 散落在宇宙的各個角落 我現在的力量還不能將他們救火 但我不能辜負他們對我的信任 我將用我所有的能量 來凍結整個神域 以緩解神域毀滅的速度 仲爺 為了神域 去尋找新的生命和能量 你是火王 必在火焰中 滅盤重生 不 上天 我已經來到地球一千多年了 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 而且我很快就要回去了 你要想說服 最好拿出科學依據來 我承認那天偷看了你的手機 我會去找魏教授 就是為了毀得年策 以免我的真實身份暴露 你明明看過那本年策 你也看到了四十年前我的照片 難道你就不曾懷疑 為什麼我的樣貌從來沒變過嗎 四十年前的人 真的是你 是的 我來到地球 已經一千多年了 久的 連我自己發生過什麼事都不記得了 你 和其他人對於我來說 只不過是時間長河裡的一顆沙力 轉瞬即逝 這就是我真實的樣子 而且林業 並非我的本名 我只有大人 我一直都不見了 我真的不見了 你真的沒有什麼事都不見了 我要我 你真的沒有什麼事都不見了 我還沒有什麼事都不見了 我沒什麼事都不見了 我還沒有什麼事都不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命运让我们在一起 追寻几时未找到你 在满天星光下的深海里 在天夜里要轻轻地拥抱着 我带着你 你跟着我 带着你 看着我 到世界 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